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30日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外汇分析 今晚有阿晨在这里 也有我们今晚的嘉宾 首先有黄冠一教授,阿淳你好 大家好 也有华夏政圈行政总裁黄荣坤在这里 James你好 你好,大家好 当然了,今天是外汇分析 不过有个话题先想和两位谈论 因为在昨天收市之后 这个政府,即香港政府就宣布成立这个专责小组 就是研究怎样去增加我们这个股票市场的流动性 接着之后就会有一些建议 然后就给回行政长官 然后就看看有些什么的措施会出台 当然实质是怎样,我们未知 但是我们见到过去这几天 尤其是当内地宣布了减氧花税之后 大家都在市场上 会不会香港都会盈利减这个印花税呢 不如我先问James 因为都和阿sir之前都有略略谈过 你怎样看今次这个专责小组 他的研究 还有对于真是要增加香港市场的股票流动性 甚至增加港股的成交 是不是都可以带来实质的帮助呢 因为这个小组就专门是讲流动性的 是增加流动性的 那流动性就是liquidity 那liquidity的定义就是 一个资产它是可以很有效率的去买卖 而这种买卖是不会影响到这个资产的价格 那所以呢你套回到香港这边呢 我又不觉得香港的liquidity有问题 港股是一个很liquid的市场 那就是现在港股的问题是 那个量和那个价 是不是 就是那个量就是成交不够 那个价就是市值已经堆下来了 因为那些价格全部那些股价 individual的股价全部都已经跌下来很多 那所以我想这个小组 其实它可能真正focus的 到未逼是说boost the liquidity 反而是说那个量就是成交量那边 应该是最现在影响港股最大的一个 一个不利的因素 还有就是如果那个价就是说市值上了去的话 那港府的那个印花税 股票印花税的收入 又可以提高一些 因为现在就算加完之后 那个成交对付了下来了 其实只是股票印花税 不计其他印花税的话 都占了港府的那个财政收入 差不多12% 所以你说如果它要减呢 我就觉得应该未必减得下手 它一减回由13减到去1 那么它这个财政收入就 就立即会真是有一个很material的减少了 还有这次你说这个专财小组 就是唯一史上面香港的历史上面有的 有财政司去执行政长官去执行政司去搞个专财小组 应该就除了这次只有两次 一次就是股灾那一年 87年股灾那一次 那那个是10月份股灾 那11月份呢 当时的财政司就搞了一个六人小组 那就是出了一个很出名的那个 Davidson Report 那里面就是将香港整个股票市场的架构 重组和将联交所合一 接着设立中央结设和开始有证监会 那就是那个在证监会之前 阿sir是不是叫做证监署还是叫做什么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监管的机构来的 那但是你要留意一下这个时间 那次算是大执啦 那就是87年的11月份 组成的这个六人小组 那就去到88年的5月份 交了那个Davidson Report 那5月份一交呢 那么财政司和当时的港督就已经接受了 但是真正落地去实施呢 证监会成立的时间是89年 那就是这里呢 它就用了半年的时间去整个Report出来 接着再用了一年的时间去落地 那接着一次呢 就已经是什么时候呢 2002年了 因为2002年7月份 2001年7月份的时候 都有一个那个小型股灾 那个小型股灾嘛 接着当时狼敢从呢 就都是搞了一个三人小组出来 就是叫他们去研究过上市的三重监管架构是够不够 那turn out就是就是 都是用了半年的时间 有一份报告出了来 梁甘松都是采纳了 但是由三重监管变到三重半监管呢 都是在12个月报告出了之后的12个月之后 那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看这个专宅小组出来 现在一个成员应该是 就是加上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成员应该是最多的一次 那他们去三个mandate 就是上市的机制 交易的机制 和市场的结构 如果你用这三样东西来看呢 是劲过或者是它覆盖的范围呢 是广过2002年那一次的那个三人小组的 那就是我估计他们如果是这样搞的话 就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港股的revent 那这个所花的时间 我就觉得未必是只有半年 好像前两次这样的 那当然呢 就是他说今次股票印花税 都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之一 那我就觉得不会这么快住 就算就是我们刚才讲了 由财政收入那方面的concern 去股啊 就是港府可能会在减股票印花税上面 会有一些些hesitation之外 就算他愿意去减 或者是这个专家小组 得出一个结论减是有帮助 那就是等个报告出来 六个月 现在几月了 现在八月尾 九月了 就是要去到下年 下年二月尾三月 这份报告出 接着再去落地 可能又是八至十二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就觉得 不是一个很快会 会出台的一个一个政令 接着就是 如果只是减股票印花税 是不是真的帮到 就是当然好了 所以现在其实都是 现在13这些位置 其实都是好过98年 没减那时候 那时候15吧 就是现在加了3 加了上去 其实都好过那时候的 但是 你看看那些大型的买方机构 它们的成本的组成 其实最少那部分 当然就是交易所征费 那些证盖会 那些证盘会征费 那些证盘会征费 那接着大一些的 就已经是印花税了 但是最大的那一笔的成本呢 對那些BuySide Institution來講 其實是買賣差價 所以如果他這次只是研究了一大輪出來講 我們可能會在不久的光 將來去減那個印花稅 那其實我就反而覺得 你不如去想一下 怎樣將那個差價再拉小一點 因為之前好像都是有一次研究完之後 才說10元樓上那些股的差價是要拉近一點的 那如果那個差價拉近一點 那BuySide過來他覺得他的成本少了 那這個是有少許幫助的 當然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技術上面的一些細節 就是底腕是怎樣的 那就是領計的 嗯 所以似乎我們都暫時不要太大期望著 那阿Sir 我們這星期也曾經討論過 那你還有沒有對於這個專責小組的成員 其實就都 就像James說的其實都挺多人的 就是也都和成員除了官方代表之外 那那他的非官方代表呢 都都有一些業界人士 包括有摩根史丹尼的財富管理主管 也有南方東英資產管理總裁 也都有滙豐銀行香港區前總裁 跟著也有來自花旗集團香港區的金融市場主管 也有立法會議員 也都有恒指公司的代表成員等等 那你有沒有什麼補充呢 對於這個股票流動性的增加的一個小組 我沒有啊 我沒有什麼補充啊 剛才James說到八七股災的時候 他們有什麼改革啊 包括聯交所啊 那個證監啊 那2001、2002的時候那個貨網股爆破之後 那個股票怎麼去救回呢 那現在這個環境 其實跟當時1987的股災是兩回事來的 1987的股災是因為1985的 2087的股票趕那些錢走 那個美元說要貶值40% 所以那股票倒了而已 那它倒了就影響起來了 對不對 那2001那次是因為科網股的爆破 而導致到 跟著有Worldcom啊 Enron啊那些全部都這麼糟糕 跟著香港那些又弄一些股災出來 那又有人救 那這次是什麼呢 這次是什麼呢 這次是股災嗎 這次是股災嗎 這次是爆破嗎 這次是 這次是什麼才行的 那麼多高手在這裡 我都不敢說了 那麼多高手 但是我可以說一件事就是 我可以說一件事就是 那麼多高手在這裡也好 引發稅 引發稅 引發稅是 insignificant的 那個 spread 那個 spread呢 James說得對的 那個 spread是對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的participant不夠 你 spread什麼呢 spread也沒有用的 都沒有人理會你 所以這次有這麼多高手在這裡 就要考他們的智慧了 我就懶得留言 因為我們這些人微言輕 只不過我要 pint point 一件事告訴他們 就是這次不是1987的股災 這次也不是2001年的 這次是NROM事件 或者是WorldCom事件 或者是WorldCom事件 這次是 這次是 神台吉啊 神台吉啊 陰桿啊 那如果神台現在陰桿的時候 你可以做到什麼 你可以做到什麼 不如我想問一下他們 你可以做到什麼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他們做到什麼 如果你說是 1987年的股災 而導致到市場出現了不夠流動性 所以就要進行改革的話 那之後就有什麼所謂的 股災股災股災 股災根本就是 其實是不關你的事的嘛 只不過 只不過是李福紹先生說 要停市四天 停市就死的了 怎麼定價 什麼都死了是不是 你試明天停市 什麼都定不了價 所以87股災是一個 美國佬對日本佬那個夾倉 跟著有一個人為的因素 2001年是一個泡沫的問題 喂 現在沒有泡沫啊大哥 現在是一壇死水啊 那你怎麼去醫一壇死水呢 請問 你看看 就是我窮極無聊 窮到黃顧得窮到想死 窮到連內褲都沒有錢買 你救一下我吧 怎麼救啊 是吧 不同 不同那個時候 1987年那個時候 股災 有人塌油 嘩 我練到強勁一些 起碼擋了兩刀 那我就可以趕回起來 是吧 2011年 哇 我吃到 大哥就是想爆血管了 我吃少一點 我又是吃素 我又是念經 又是吃素 那我天天去做運動 我天天去吃素 沒事 現在是 我瘦骨如柴 是吧 窮到窮到窮 窮到窮到窮 又窮又瘦 又沒有人理我 那你覺得我應該怎麼做呢 你弄八個人來 你怎麼做呢 怎麼做 還有James 你說我是不是這樣說的 對 所以交給一些專業人士去處理 我們就可以扶貸了 不要問我 不要問我和James James是講歷史給你聽 我就講那個 我就講那個狀況給你聽 就是講那個症狀給你聽 OK 87的症狀是什麼 2001年的症狀是什麼 現在的症狀是什麼 全部都不一樣的 那好了 當然87年的時候那些專家也不一樣 01年的專家也不一樣 現在這些專家也都不一樣 但是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以他們那八個人的智慧 我不覺得可以做到什麼出來 除非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 會員將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堂師傅 輕鬆唱談環球經濟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 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 請問我 今天認識了 對 個票